093攻擊型核潛艦是中國海軍第二代核動力攻擊潛艦 研製過程相當神秘 日前罕見曝光 卻在週二被傳出失事消息 長期研究潛艦的軍事觀察家薩頓 在推特上發文指出 一名中國網友貼文 指解放軍093型雙擊核潛艦 在台海周邊發生嚴重意外 艦上船員全數罹難 薩頓爆料幾小時之後 推特上又有貼文陸德社指稱 潛艦是在黃海出事而非台海 各種揣測網路上滿天飛 前艦長旅理師點出093型潛艦 在台海活動會很容易被發現 這艘潛艦是解放軍攻擊潛艦的現役主力 可同時攜帶至少20枚魚雷 或36枚水雷 有據垂直發射能力 不管在作戰模式打擊規模上 都相當可觀 如今傳出失事消息 各方不敢大意 薩頓也在22號傍晚刪除貼文 表示目前為止 沒有看到任何令人幸福的證據 目前流傳的一個說法 對這個部分沒有其他官方的說法 來去證實 軍事專家分析 若真有潛艦遇難 我國國軍跟日本自衛隊等周邊國家 不論監控或職員必定有動作 但目前沒有聽到相關訊息 不排除有假消息的成分 或是中國在抓內部間諜 中國對台步步進逼 訊息的真實性和目的性 還得再觀察 下次喜歡郭新聞王家鴻 馬鈺文 朱樹君台北報導